102年11月被检查出社会线癌并且有转移骨头 而且是属于晚期 103年10月因为腰痛接触原始点 操作过程中改善很多 因为运动突然过量又不忌口 104年2月因为腰痛 颜椎痛大腿骨外侧疼痛 104月23日因为全身贪暖无力无法行走 挂了急诊 医生说肿瘤压破到神经需要开刀处理 让神经减压 开刀住院半个月 对疼痛一点减缓也没有 而且一天吃四次止痛药 打马灰针 马灰贴片 还有电疗 对疼痛一点改善也没有 于4月15号 我拿四脚自行器来到基金会做学习体验 当天我的疼痛就减轻轻一半了 我每天的原始点操作过程 喝姜汤75克干姜 3000cc的水熬煮到700cc 温服24小时 按推每天按推两次 运动爬山爬楼梯 不吃寒凉食物 今天5月5日 从行走困难 需拿住行器 短短20天 我现在可以爬山了 非常感谢基金会志工菩萨们 更感谢张医师创立原始点基金会 还有感谢协志师兄的照顾与辅导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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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 谢谢 大家早安 早 今天特地来 这边感谢张医师 还有基金会所有志工菩萨们的照顾 所以我今天才有重生的机会 在这边跟大家讲话 感恩大家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